你还记得这把扇子 给我买了一对 特别开心 孟贺堂参加综艺和干店羽芹同框 还特意带来了11年前羽芹送给自己的礼物 虽然不是天价的东西 但是这第一把扇子和核桃也让孟贺堂十分感恩 两人讲述着往事场面十分温馨 孟贺堂千和有礼温润浓郁的性格还是挺像羽芹的 这番负责心真老